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周润发韩国釜山影展谈剧本审查 中国大陆有很多要求 据报告称 美国在线销售预计在关键的假期季节将增长4.8% 台湾记录了台风小狗袭击时的最强烈风俗之一 凯文 麦塔西被免去众议院议长职务 可能会使共和党失去2024年最好的筹款人 虽然加息受到伤害 但我的高收益投资组合继续跑赢大盘 据报道 俄罗斯签署了在分离的格鲁吉亚地区黑海沿岸建立海军基地的协议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周润发韩国釜山影展谈剧本审查 中国大陆有很多要求 韩联社 韩联社釜山十六五日电韩国电影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其创作的自由和丰富的素材 著名影星周润发五日在釜山海人台区PNN剧场举行的记者会上 对韩影给予高度评价 周润发前一天亮相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并获颁亚洲电影人奖 周润发说 有时候会惊讶于韩影居然可以拍这类题材的故事 而港片在自由表达方面仍受限制 今后将全力创作融入香港精神的电影 周润发注意到 疫情期间有很多观众通过Netflix平台观看了韩国电影 表示 每次我看韩国电影的时候 他们的自由度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们有很多样的主题和很大的自由度 近期韩国电影产业遭遇的重大危机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光是韩国 对全世界电影人来说 危机是眼前的现状 寻找新素材是所有电影人的烦恼 他说道 而对于香港电影目前所要面临的现实 发哥表示 中国大陆有很多审查要求 剧本必须经过多个部门的批准 说起来 审查有很多限制 我们正在努力制作一部 有香港精神的电影 80年代 有很多人观看香港电影 我感到骄傲 1997年以后 很多东西发生了变化 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政府 不然 很难筹集到资金去制作电影 大陆市场是很大的 对于香港电影《黄金时代》落幕 韩国电影在国际上展露头角的现状 周润发说 当一个地区停滞不前时 有其他地区在领风骚走得更远 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韩国电影的兴起 给人们带来了极大鼓舞 周润发和韩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他早在1989年 就曾代言韩国碳酸饮料庙之吻 Milk Kiss 成为首位出演韩国电视广告的外国艺人 周润发说 我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小渔村 18岁走上演员之路 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可以说没有电影就没有周润发 他坦然说 并不在意脸上的皱纹 如果导演需要我扮演沧桑老人 也会很乐意 挪威剧作家约翰 福色获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 综合新闻 北京时间2023年15日19时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3时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如约揭晓 瑞典学院现宣布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挪威剧作家约翰 福色 John Foss 因他富有创意的戏剧和散文 为无法言说的事物发声 for his innovative place and pros which give voice to the unseeable 据报告称 美国在线销售预计在关键的假期季节 将增长4.8%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Adobe Analytics的报告 预计美国假日记的在线销售额将比去年增长4.8% 达到2218亿美元 时间跨度为11月1日至12月31日 这是因为零售商为吸引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消费者 而提供更大的折扣和促销活动 Adobe还预测 玩具、体育用品和家具行业将出现大幅折扣 折扣高峰将达到35% 沃尔玛、塔吉特和梅西百货等零售商正在提前为假日记做准备 该季度的销售额可占该行业年度收入的三分之一 台湾记录了台风小狗袭击时的最强烈风俗之一 英国每日电讯 台风小犬袭击台湾造成了大量破坏并导致近200人受伤 这场风暴带来了高达212英里每小时的风速 是该岛屿上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阵风之一 台风导致数十万户家庭断电并在台湾各地造成了破坏 人们认为气候变化使得热带风暴的路径更难预测并增加了它们的强度 台风现在正朝着中国东南沿海和香港移动 凯文麦卡锡被免去众议院议长职务可能会使共和党失去2024年最好的筹款人 多伦多星报 凯文麦卡锡辞去众议院议长职务后 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没有明确的领导人 许多人认为麦卡锡是一个筹款能手和党派建设者 因此对谁将借替他的位置表示相当担忧 国家共和党国会委员会在上一届选举周期中得到了麦卡锡的帮助 筹集了大约4000万美元 在本届选举周期中迄今已筹集了超过2000万美元 麦卡锡所属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国会领导基金会 在麦卡锡的领导下筹集了大约6.45亿美元 其中包括为2020年选举筹集的2.15亿美元和本届选举迄今筹集的8000万美元 麦卡锡帮助招募了强大的共和党候选人 并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让他们当选 这是下一任众议院议长必须能够做到的 麦卡锡辞去职务是在一场反对他的起义之后 其中包括8名共和党人与众议院民主党人联手投票将他赶下台 麦卡锡可能仍然在2024年的竞选中发挥作用 据报道 俄罗斯签署了在分离的格鲁吉亚地区黑海沿岸建立海军基地的协议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该地区领导人阿斯兰布扎尼亚阿斯兰·布扎尼亚称 俄罗斯已签署了一项在分离的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建立永久海军基地的协议 该基地将设在奥恰姆其拉地区 旨在提高俄罗斯和阿布哈兹的防御能力 俄罗斯在击退格鲁吉亚重新夺回该地区的企图后 于2008年承认阿布哈兹为独立国家 该基地的消息可能表明 俄罗斯正在寻求其位于克里尼亚塞瓦斯托布尔的主要黑海舰队基地的替代品 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该基地一再成为乌克兰军队的目标 台风小伊弩席卷台湾部分地区 造成一人死亡 300多人受伤 多轮多星暴 台风小伊弩袭击台湾 造成一人死亡 300多人受伤 台风给岛上带来了大雨和破级路的风 导致学校和办公室关闭 周三晚上 台湾有史以来最快的风速为 342.7公里每小时 212.9英里每小时 预计 Koyno在向中国南部移动时将减弱 尽管台风减弱 但预计周末仍将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大雨 台湾容易发生台风 但Koyno只是过去四年中第二个登陆的台风 为什么全球南方没有掌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金融时报 在金融时报上 艾伦·比蒂·艾伦·比蒂指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领导人 应该由谁来担任的辩论 暴露了新兴市场之间的深刻分歧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 富裕国家在IMF董事会上的代表权过大 投票权应该重新分配 但新兴市场对于如何进行重新分配意见不一 如果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 中国的投票份额将从6.4%上升到14.1% 而美国的份额将从17.4%下降到14.8% 美国希望增加IMF的贷款能力 但不改变投票权重 印度的份额将仅占总配额的3.5%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份额将下降 为什么投资者无法逃避中国风险暴露 经济学人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和西方投资者认为中国是不可投资的 担忧包括经济低迷 政治风险 以及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潜在风险 然而 由于中国在西方供应链中的角色 西方公司收入中来自中国的份额 以及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投资者很难完全避免与中国接触 投资者面临的选择是接受投资中国所带来的风险 还是面临将中国从投资组合中排除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外交部长呼吁尊重领土完整性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敦促喜马拉雅国家 加强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 同时要求他们尊重领土完整 王毅在中国西藏自治区举行的 跨喜马拉雅地区合作国际论坛上发表了这些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没有参加这次活动 该活动在中国与印度有争议的边界附近举行 王毅还呼吁加强绿色发展合作 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促进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 着眼于中国 欧盟制定区风险的经济安全战略 路透社 欧盟EU正在寻求减少对中国绿色转型所需的关键矿物的依赖 例如锂和稀土元素 中国目前加工全球90%的稀土元素和60%的锂 欧盟的目标是到2030年促进这些材料的国内开采 回收和加工 并确保没有第三国提供超过65%的任何一种关键矿物 此举正值欧盟重新评估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相关的风险 旨在保证供应链和技术安全之际 自由市场已经成为历史了吗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认为 保护主义、政府干预和全球经济中日益增加的监管 被其称为国土经济学 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对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错误的诊断 该报告指出 保护主义和远离开放市场 是对全球化恐惧和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的回应 此外 增加的政府支出和监管 被视为解决能源转型和生活成本危机等问题的尝试 然而 该报告认为 这种方法是对问题的错误诊断 最终是不可持续的 报告指出 市场已经证明 在应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冲击时更具弹性 而过度的政府干预和监管 可能会阻碍创新并减缓进展 报告得出结论 虽然在短期内很难抑制国土经济学 但人们最终会感到幻灭 并需要一个新的共识 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与现代世界的挑战相结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闻 包括周润发在釜山影展谈及中国大陆对电影剧本的审查要求 挪威剧作家约翰 福瑟获得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假日记的线上销售预测增长4.8% 台风袭击台湾和台湾部分地区的伤亡情况 以及凯文 麦卡锡被免去众议院议长职务可能对共和党造成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周润发在釜山影展的谈话 他对韩国电影的自由度和丰富素材给予高度评价 并表示自己希望能创作更融入香港精神的电影 不过他也提到了中国大陆对电影剧本的审查要求 表示这给香港电影带来了一些限制 这引发了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电影产业的关系和发展的思考 影视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化表达 也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手段 审查制度的存在无疑对于电影创作带来了一些限制 但同时也促使电影人更加努力地寻找新的创作素材和方式 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庞大的市场 对于电影业来说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吸引力 然而如何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找到平衡点 是中国电影人所面临的挑战 这也提醒我们在欣赏电影的同时 应该关注其中的政治和经济背后的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挪威剧作家约翰·福瑟获得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福瑟以他独特的剧本和散文作品为无法言说的事物发生 为文学界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创新 这个消息提醒我们 文学作为一种表达和交流的方式 能够触动人们的内心 启发他们的思考 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和观点 他们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世界和自己 再来是有关美国假日记的线上销售预测 预计今年美国假日记的线上销售额将增长4.8% 这主要是因为零售商为了吸引受通胀影响的消费者 而提供更多的折扣和促销活动 这样的预测显示了线上购物在消费者中的普及程度和重要性 在疫情之下 线上购物成为了人们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主要途径 这也对传统零售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 传统零售业在消费者体验和社交交流方面所带来的价值 是线上购物无法替代的 所以 无论是线上购物还是传统零售 不同的消费者需求和体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 我们还谈到了凯文 麦卡锡被免去众议院议长职务可能对共和党造成的影响 麦卡锡是一位出色的筹款能手和党派建设者 他的离职可能对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提醒我们 在政治中 个人的影响力和角色往往是不可忽视的 政治领导人的能力和决策对于政党和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时刻 共和党需要找到一位能够带领他们走向成功的领导人 这对于他们在2024年的竞选中至关重要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我们提到了电影产业、文学界、经济市场和政治领导等不同领域的话题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新闻能够启发大家对于各个领域的思考和讨论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们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